24.蘋果日報 《八方人物》 張經緯新片關注精神病人家屬 2015年7月14日專欄專論A18 《八方人物》音樂人生導演張經緯 今年8月以新片《青州山上》展示年輕人沉根旅程 故事發生在澳門,14歲少女曉曉的媽媽患有精神分裂症 突於一個傍晚出走,原來獨自往青州找丈夫 曉曉為沉親經歷許多荒誕事,從中探討澳門家庭問題 張經緯指家庭徐哈媽叔與藤A 亦要分擔難以啟此文 短片《八月在港上映》並指多場精神復康講座 《關注精神復康》 港產紀錄片導演張經緯2013年獲購滿善明會支持 拍攝《青州山上》以精神病患者媽媽及其女兒故事 透視家庭張力,此片榮獲華盛頓懷與電影節 2014最佳劇情長片金獎及最受觀眾喜愛長片 以及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2014最佳故事獎 下月在港上映參與此片試鏡的有多達於三百個澳門市民 張經緯說過程中聽了幾百個光介錄你的故事 例如有少女至十一歲起,每逢詩景緝讀時便利用天真字臉 提黑幫家人掩飾毒品,又有曾經住在青州總瓜仲裁的精神分裂患者 病發時重返青州山上,最終挑選合飾演員 成就這部新片,他指,精神病患者家屬有不少夢魘 其中令人渣狂的時刻,就是家人病發之情況 曉曉在片中指隔離淪捨,叫我做顛破個女 便反映身為精神病者家屬 即使是普通人也被歧視的坎可 張經緯說,家庭隨哈媽宿與藤 亦要分擔難以啟此文咎 照顧精神病患者既要維持道德,也要控制情緒不要崩潰 張經緯指拍攝後期也陷入了迷思 此時他的媽媽到澳門探班 張經緯介紹清內容,包括提及患者在家中舞蹈 險涉傷人的驚險情節 媽媽及義症慈嚴反問他,精神病患者是否這樣可怕 張經緯那一刻突然癒起多年前也與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家人同處 對方體貼地照顧自己,由此自省 自己對精神病患者不應有偏見 清張於八月在本港院線上映 暫時有六場專場 會有精神復康者及公眾出席 有會巡迴學校放映 配合精神健康教育 關注患者及照顧者 記者憑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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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